怎么又出现了撞倒人的情况 感觉今天时机上来感觉 哇 怎么这些反应好快 就是呢 想走 那旁边的自由出枪 时机的时候在这个位置 直接先被放走 而且这位置 正面的作战能力很强 但是再一颗雷 再把小北支援的这个点 也直接破掉 那这样一来的话 现在时机很被动 DT要选择很果断 这波我觉得还是 小北去扶人的速度 稍微急了一些 可以再等一等 因为毕竟对面才扔了一颗雷 那现在这边枪声一响 踩到山坡上 还受到了其他方向的一个 直接大军压进 尝试性过来引地打一波 DT其实有一点上头了 其实这波去建好就要收的 这个平坡我们当时 最好的这波对于DT来说 就是把小北的人头补掉 该走就得走了 那你回去了 回到甲车后再等一等 看一单对吧 但是这个有点不太促乱 直接碰到了牛海饼 很聪明啊 对因为天天过去的时候 明明其实是没有开枪的 然后天天开枪的那个 特别来说是掌握的比较死 不要炸了 快走 我直接追过来 开一颗拿分 红色大蛮牛 拿完分直接开溜 大小店附近的位置全部排走 那么还是回到了伐木厂山上 那么我们看到MTG在放掉甲车库之后 是一波会合 那么甲车库放掉 天怕是吃到这波信息 一波拉车 但是好像出现了意外 呃 七七已经被放倒了 然后大马路中间应该是不太好救的 能救吗 可以尝试性救一下 因为近点 只有 给他一波突进 这边有火 河童在二楼的位置打下来一个 这边转角位置刚刚放好子弹 但是由于M4的伤害的问题 要一打二阶方补枪也很快 就5K是放到了萨萨 这边直接硬一下 那也是封科伙之后 可以把队友给扶一扶 是的 呃 远点 就是MCG Pero本局怎么怎么办 Pero本局是来到 也是来到这个防空洞 那么他们能体贴的角度 其实并不是很多 不多 从上帝之角去看的话呢 都已经 要先吃一波相线 然后那个时候你已经完全 这张忽然的不好 不好位置了对吧 刚说完 路这个 起步的时候就被选择打开了 一个这波是救不了 Pero这个圈前 我觉得只能选择往里去扎了 看搏一搏 有没有 能不能扎一个炮楼 再把先扎进去再说 这个盲扎的方法 对 来了 哦 龙斯哥一颗雷 江天路 两个人的分数是直接拿下 这个也是源自于往里面去蹭 然后巨幅那边的话呢 也是在找机会 但是DDT这边看的很死啊 小灰在这个比较细的 术后直接被挂到 想要给颗烟 尝试性往上面去找找机会 看看能不能够 给DDT一些压力 小灰那边的肯定是服不了了 直接被补掉 这波DDT的思路也很明确 就是这一波它是主 只要处理的 没什么问题 这把是能够吃大分 小宇宙也倒下 就成小五弟弟了 赶紧服 这种人多气人少的时候 一定要抱团啊 这个时候别给对方 打个一换一的机会 这太亏了 小羊帮没打起来 又直接被炸倒 高兴女孩就没说 现在成长的速度是真的非常快啊 对 而另一侧 由于西部的位置不带圈 天霸也是要开始慢慢推进 冰叔在反复的位置打倒了旺仔 那么 炮楼这个点是有队友在架枪的 这波直接要往上面去顶 先把上面的这个点被拿完之后 那天霸退机这个位置就不是那么的舒服了 但是要保证自己别倒啊 老橘这边是把栓撅先放到一个残血的堂弟弟 堂堵打倒一个 直接补掉 嗯 5技能在上 还来得及吗 感觉很重要 他来了 龙斯格尔拉的那个位置的时间正好是吸引了天霸大部分的注意力 加上老橘在蓝圈后面一波吸引 那的话导致天霸的所有的枪权都被 呃集中在了一起 就有点难处理了 老橘那是真的没有办法 现在天霸封了很多烟之后是直接架上把老橘给打掉在蓝针外面 但是这一波前面进圈的三个兄弟 迅速拷到了天霸 对的 看来赛前我的担心是 呃没什么用的啊 小熊的状态还是比较好的是好事啊好事啊是的是的 重新调整打完状态之后这边趁着Pyro和SMS打架的时候呢 FTY又直接往前面去劝了 是的这把FTY的目的就是拿分 嗯 能拿得越多越好 是的Pyro的CTG大军压界两辆车先开到前点 这个就像 有点类似于什么就像我们现在上海这个情况就是大家就团过去抢菜是一样的 就和抢分是一样的对吧 分数就这么多 看你顺位就骑得早就能抢到菜 那你位置比较好你就能拿到分 嗯 说实话 因为 SMS这边和Pyro啊 打的时间也很长啊 然后因为Pyro是自己有套楼的 所以现在CTG在 配合上其他队伍的加强先淘汰了FTY之后 那SMS也被打掉了整个西南方向 现在CTG只要考虑一会怎么进圈去打 打这个圈边就好了 好 这波还能把人全部抢起来 嗯 其实整个西部的战斗算是比较混乱的 因为在 MCG在扣把同时他们站位是比较分散的 NewHappy是通过四人的一步抱团是拔了MCG一个 对 啊 现在小鹏也倒了那等于现在目前这个屁股后面所架下的只有木子里一个人 四面SMS是在钉NewHappy的 网组召一波二倍进的AK是把小明的分数最后给拿下 这把拿到七个淘汰 呃 又进入能够吃排名分的阶段 这把对于CTG来说 保里分应该是以够 过点SMS放到了男了 因为NewHappy两个人是先进的 然后男的挂在了后面的一个圈边上是直接被找到了机会 那这一波由于小鹏是一个一岛的情况 应该是有机会能扶起来 近点没压力的 没错 也近点很舒服啊 近点没有一个人 来了正面 两杆枪同时向完鹏出枪 完鹏这波是没顶住 在MCG的视角里面就是你来我就接 你不来的话往北边走也我也能够通过你 利用你去帮我去吃信息 是的 王骚骚被气到 幻神的出枪 现在就剩下无威了 圈已经过来了 这两个队伍都是不在圈边的 现在MCG很着急想去处理掉这个CTG啊 不想被图兰给托死 但是上面直接又被幻神找到一个机会 高兴那边的出枪龙宗全是直接被捕了 现在就是两个枪口直接硬架这个出眼口 两个比特大的战场 东西两侧 北边是DDC在跟FM纠缠 那么在这个时间节点的话 阿骚员是慢慢的去蚕死你 他也不上头 毕竟你人数并不是很多 刚说完 阿骚士的小虎出枪 DDC被被刑刺 这样的话 DDC处在一个夹心饼干的位置 被夹了 而且E baby和响也没有什么劝加的机会 只能够 只能硬等 这个烟一散 就挺烟架枪 对面一撕起来 再对 换成了一颗手来补足这个伤害 姆子里出枪 姆地扶了很久 撒大话是蚕掉中平 但是位置已经被暴露 已经被捉死了 动不了了 石头赶紧先把队友给扶起来 这波不能着急 阿骚先对枪 先把吃信息的玩棚给打掉 没有手来的只能靠枪进去 而且 再起一枪头 128的匹克是把木子里的分数给拿下 但New Happy在这个圈边 已经拿了好多分了 慢慢的在 拉开头部队伍的分上 小海 击倒了6-1 6-1这个位置是挂在了旁边的 然后5-7 排名分 而且甚至是可以拿到前三的位置 他目前已经有三分的运营分了 对吧 是的 而且按照这个情况下去 他还是有机会 出来一个打一个 怎么说 卡的就很难受 因为RBS就很聪明 我蓝圈不动 我是不可能走 蓝圈动了我再走 两边双方的互换 阿骂正面是把阿伟是连打代目 先换一分 保证自己的分数收益 雪莫的位置已经被锁定了 看看这个过点能不能打掉 没问题 这波书枪是非常精准的命中到雪莫的头 四个队 看往下走 找个岩鞋 看能不能趴一趴 这一侧素酒在过点当中是打掉了小鹿 小鬼这边也是发现了发现的存在 原地一趴 确实这个位置 快时一定是小鹿 是帅间会被排掉的 是的 分数也是被实际给拿到 那这样的话 最后形成了一个三打二 啊 彻翼 利高斯将小鹿给放到 直接连打代步 现在形成了一个二打二 从决赛圈的位置来看的话 就是梅花庄的位置来看的话 都差不多 但是 对的 RBS那个我家帅心是蓝圈伤害了 正好应该是摆到了吧 初九有一个被闪的一个姿势 有个动作 有个动作 是的 他是往右侧去拉了一下 应该是被摆了 正好正侧是被IBB给抓到 那这样的话二打一 更靠近中心 准备了 打了一枪头 一击鞋 两边选择差不多 对面看我一下 小鬼成功立功 关键时刻一穿二 是的 啊 这一波确实是 确实是小鬼在最后的一波 这个